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自2017年离开白宫后就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 不过星期二他罕见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百岁名诞纪念活动致辞 他哀叹全球的民主逐渐弱化 尤其是多个由民粹主义领袖带领的国家衍生强人政治的风气 他敦促世界抵抗这股力量学习曼德拉的好榜样 奥巴马也点出媒体自由受到威胁 因为政府逐渐严格控制和审查媒体 他指出原本用来传播知识和推崇理解团结的社交媒体 如今成了政治战场仇恨猜疑政治宣传甚至是阴谋论 都一一浮现在网民面前 奥巴马补充 政治人物应该要接受事实 各方才有进一步的合作空间 否则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将会逐渐瓦解